好,首先要先來感謝這些看過我有關於Switch影片的這些朋友們 今天呢我要來講一下就是我的這個Amiibo的裝備 那上一次Amiibo裝備啊,因為我有買了兩隻這個Amiibo 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在之前的影片有做了這兩隻Amiibo的開箱影片 其中呢我比較喜歡的是用這一隻男生的角色的這個Amiibo裝備 因為他的裝備比較像忍者的裝備 之前我記得我有講過說比較可惜的就是他的裝備只有兩個洞而已 這一次我把Amiibo的這個裝備就是忍者裝 再把他各打了一個洞 所以就可以帶四個技能 因為我發現這個Amiibo的忍者裝好像是在前地之後啊 就是頓入那個油漆當中再起來好像會有隱形一秒鐘左右的效果 我認為是還不錯 而且這套裝備我也覺得蠻帥的 所以我就用這套裝備現在再打這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現在我在用的這套裝備就是 Amiibo弄出來的這個忍者裝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把他打成了三個洞這個樣子 最近在打已經有把等級稍微練高一點了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用這個大概16級到18級左右買的這把雙槍吧 因為我覺得這雙槍實在是射程遠 然後又蠻靈活好用的 射速也算蠻快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這個七彈大作戰的哪一把槍有特別的好感 還是有什麼樣的裝備技能是更好的建議 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裝備打得動的話要用到左上角的這個東西 看起來好像用海膽 還是看起來很像刺蝟的東西 反正很特別 那這個東西因為原本我只有三個 那我在穿的這個頭部裝備 身體裝備還有鞋子的裝備的時候 剛好各用掉一個 所以現在是零個 大家可以告訴我這個是在哪裡可以去得得到的嗎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另外今天再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在死掉的時候我們比較容易就是會回到那個起點的地方 那如果說想要更快速的到達別的地點的話 可以在死掉的時候按這個XS 然後會有一個地圖出現 地圖出現之後呢 再按上下左右鍵去選擇我們的隊友 看要飛到哪一個隊友的旁邊 那當然這個東西其實在隨時隨地都可以用 也就是說可以做支援 但是要注意喔 如果隊友在非常前線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出現的時候需要一段時間 他會有那個一個箭頭在地上 補滿之後我們才會飛過去到現場 那在這一段時間有可能會被當把來瞄了 所以你有可能飛下去的時候就會瞬間死亡 所以建議在用這個小技巧的時候啊 要注意一下 隊友是不是正在火線上面 跟敵人衝鋒對幹當中 一定要記得喔 這個是我今天分享的小技巧 還沒買的朋友要記得趕快入手吧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那喜歡的影片可以在下面點個喜歡 歡迎幫我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下次見 Bye